Hello大家好 在今年7月份我跟大家分享了如何在鸿蒙4.2最新版的系统上面 安装谷歌框架和谷歌应用商店 这是最新和最简单的方法 并且这个方法最大的优点是 不会有设备为获得谷歌Play认证的一个报警 非常的稳定 但是它有一个小缺陷 就是目前无法登陆ChatGBT app 安装的ChatGBT应用会报时间和日期的一个错误 最简单的解决方案是我们可以用手机版的Chrome浏览器 直接打开ChatGBT的官方网页 我们可以用网页版的ChatGBT 不过网页版ChatGBT没有语音聊天的功能 当然对大部分人来说已经够用了 不过今天有一个好消息要跟大家分享 经过我的测试 我在去年10月份分享了在鸿蒙4.0系统上面 安装谷歌框架的老方法 在鸿蒙4.2最新版的系统上面同样完美适用 并且它最大的优势是可以安装和登陆ChatGBT app 并且能跟ChatGBT进行一个语音实时的一个互动聊天 让它做你的同声翻译 练习外语口语非常的好用 OK那马上到我的手机上面去看一下吧 Let's go OK欢迎来到我的华为手机 首先我们看一下我们这边手机的一个设置 然后呢系统和更新 然后呢系统软件更新 可以看到我现在用的是鸿蒙的4.2的一个最新的一个系统 我现在检查一下更新 这边的话是不是最新的 我们可以看一下 我现在用的是已是最新版的一个HarmonyOS4.2.0.120 这是最新版的一个系统 然后呢系统的话是最新的4.2鸿蒙 然后呢我现在用的这个安装谷歌框架这个方法的话呢 是之前我在去年10月份发布的一个方法 就是呃它可以它的最大的优势就是它可以去安装和使用这个ChatGBT app 它最大的优势是这个 然后呢安装这个老方法就去年10月份给大家分享的这个老方法的话呢 安装好了以后它的最大的区别是什么呢 这边有一个你看这边有谷歌账号在这里 就今年呃就今年7月份发家分享的那个方法的话 它安装好谷歌框架是没有这个的 是没有这个谷歌这个这个菜单的 你看到这就在系统和更新的上面 你看这边有谷歌的这个框架 所以说这个谷歌框架的话呢 它是支持那个ChatGBT这个app的 这是它最大的一个区别 其他的我觉得是其他没什么区别的 ok那实际上如果说你没有 你用的是今年7月份的那个新方法的话 你用不了这个ChatGBT这个app的 情况下呢 我们可以用这个Chrome打开它的网页版 这也是一个折中的一个方法 我们打开这个Chrome浏览器 然后呢在这边我们输入ChatGBT点com 当然我会把这个ChatGBT那个网页版的这个网址 放在这个视频下方的描述栏里面 你可以直接点开 就可以用它的网页版 在你的手机上面用这个Chrome浏览器 用它的网页版 其实用起来也是一样的 我们这边可以可以给他问一个问题 怎么学外语 我们比如这边的问他一下 怎么学外语 其实一样 他这边也是可以跟你进行一个文本的一个交流 你看你是效果 实用的效果是一样 只是说这个网页版的话 他没有这个语音实时对话的这样功能 有的人喜欢用ChatGBT来进行一个 锻炼自己的英语的口语啊 或者外语的一个口语啊 练习啊 这是他没有这个网页版 他没有这个实时语音功能 或者说你想要用这个ChatGBT来帮你做一个实时的翻译 就像一个同声传译一样的 你说一句 他帮你翻译一句 那这个功能他也没有 就是网页版的也没有 但是你要文本的来使用的话 其实没有任何差别的 用网页版其实就已经可以了 达到了大部分人的一个啊需求了 当然用这个用这个ChatGBT的话 必须要用之前的那个老方法 当然我会把之前去年那个10月份的那个老方法的那个链接 我会放在这个视频下方的描述栏里面 你可以点击一下 你可以重新去安装一下 用去年的老方法去安装这个啊 谷歌框架 我在最新版的鸿蒙测系统上面测试 完美的通过是可以的 那个老方法的话呢 其实有有一个问题 就是你安装好了以后 你有一定的概率会遇到 他这个系统会通知了会谈一个报警 说这个谷歌Play这个框架没有获得谷歌认证 这样一个问题 当然这个也是有解决办法的 我会把这个解决办法呢 放在那个去年10月份 那个安装谷歌框架 那个方法的描述栏里面 你可以看一下 就是安装好了以后 如果说你遇到了他一个报警 说没有获得谷歌Play认证 那你也可以用这个 我分享的这个方法去解决这个问题 就是用那个ADB的一个工具 就是你可以看那个视频 就是我在去年去年10月份的 那个安装谷歌框架 那个视频下面 我放了那个描述栏里面 我放了那个解决 那个报警认证的那个方法 也是放在那个描述栏里面的 你只要点开去年10月份的 那个安装谷歌框架 那个老方法 你就能在描述栏里面看到 安装好了以后 如果说你遇到报警 OK你用这个老的一个方法 安装谷歌框架 就能使用这个XLGBT 其他的其实没什么区别 都一样的 当然之前也跟大家介绍 你还有其他的方法 比如用这个Cloud浏览机 用这个Cloud app Cloud app的话是完美的支持的 就是用新的新的方法 安装到框架的话 Cloud是可以的 现在其实这个Cloud的那个性能 Cloud的聪明程度 其实比XLGBT要超过XLGBT的 我使用下来 只是说呢 这个Cloud的话呢 它有用量限制 就是你每天的话 可能每隔几个小时 它会刷新一次 比如你这个用量 跟他对话 对话了十次 或者二十次以后 对话了二十次以后 然后他说 你需要等待四个小时 等待四个小时以后 然后呢 他会再给你二十次的 一个使用的一个机会 就是这个Cloud 三点五的Sonet这个模型 他这个模型的话 其实是他的聪明程度 是超过这个XLGBT 就是那个4O的 那个XLGBT整体的一个性能的 所以说Cloud也是不错的 还有Copilot 也是可以正常使用的 Copilot也是挺聪明的 还有这个Gemini 也是可以正常使用的 还有这个Gemini 也可以可以的 而且呢 都我都是 都是通过这个谷歌应用商店 直接可以下载这些 就是谷歌应用商店 去下载 Copilot Gemini Cloud都可以下载 还有ChatGPT也可以下载 从这个这个谷歌应用商店 进行一个下载 下载好了以后 就可以直接使用了 那这个ChatGPT的话呢 用这个老方法的话呢 安装好了 用这个老方法安装好了以后 就可以去跟他 直接进行一个语音 我看到 这边有一个 看到这边的话 右下角有个按钮 这个按钮的话 说明就可以进行一个 实时的语音聊天 这是这个app版的 最大的一个优势 你可以进行一个 实时的语音的一个互动 比如我这边的话 可以让他做我的同声传译 我跟他讲 我说一句 你给我翻译一句 这是非常好用的一个功能 我们点击这边 点一下这个按钮 就可以进行 跟他一个实时的语音互动 OK啊 现在的话呢 已经连接到了 这个ChatGPT的语音互动 OK啊 你能做我的一个 同声传译吗 也就是说 我说一句中文 你帮我翻译一句英文 就是你在一个同声传译 可以吗 当然可以 我可以为你做同声传译 请开始吧 今天的天气非常好 我想到外面去走一走 我走在马路上 看到前面有一个 长发披肩的一个美女 非常的可爱 我想上去跟她搭讪 我想跟她做朋友 我过去跟她说 你好 我想认识你一下 因为你非常的好看 非常的有气质 OK 大家可以看到 这个的话就是一个 同声传译的一个效果 OK 那接下来的话 你能作为我的一个 外英语口语的一个陪练吗 就是我们模拟一下 去模拟一场面试 就是你是考官 考虑你的英语口语教练 对 然后你模拟一场面试 你是我的那个考官 我是一个应聘者 明白了 我们开始吧 good morning please take a seat can you start by telling me a little about yourself and why you're interested in this position yes I think your company is very good so I applied for this position and I think my background and education is suitable for this job that sounds promising could you give us more details about your background and education what specific skills or experiences do you have that make you a good fit for this role OK so I have a lot of experience in the industry of the it seems like you are about to mention your industry experience could you tell me more about the specific industry you've worked in and how your experience there has prepared you for this position yes I have a lot of knowledge about you know bla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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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omething like that so I want to practice English with you so you are very helpful yeah great it sounds like you're looking to improve your English especially for professional settings like interviews I'd be happy to help you practice and refine your responses let's continue with the interview simulation shall we ok 大家可以看到 如果说他基本上是没有任何的延迟 可以直接跟你实时的一个对话 就是你可以跟他进行一个英语口语的一个对对对对 外语任何的外 其实都可以 像法语德语日语 你都可以进行一个啊互动的一个练习 而且他的那个反馈的速度是非常非常快的 我觉得这个是他的一个应用版的APP版的这个最大的一个优势了 所以说你如果说啊想要用这个语音实时对答的话 那我建议你用我去年十月份给大家分享的那个方法 安装这个谷歌框架 安装好了以后 如果说你遇到报警 你可以用那个那个视频下方描述栏里面的那个方法 怎么样去解决这个未获得谷歌配认证的那个报警 解决这个问题以后 然后你就可以去啊完美的使用这个xdgbt了 然后就可以去并且可以使用其他一些应用 像这些youtube啊 这些都可以正常的一个使用的youtube 然后gmail也可以正常的一个使用 非常的完美 然后这个地图啊相册啊 这些都可以正常使用的 还有谷歌的云端硬盘这些都可以 ok啊喜欢我的分享 不要忘了点赞关注 我们下期节目再见拜拜